来看到九天民俗技艺团极限环台赛 上午正式从台中的大雅出发 不过碰上了疫情 此次对于选手的最大挑战 就是必须要配合防疫 要全程来佩戴口罩扛神教 但加上天气很闷热 每天平均得走上40公里路程 一不注意可能就会中暑 九天民俗技艺团极限环台赛 七人小组扛神偶跨过火炉 上午8点正式起跑 加油加油 环台赛从台中大雅往南出发 围期28天 选手们平均每天得走上40公里的路程 无论刮风日下雨淋 都得轮流扛着三太子 不过今年碰上疫情 对选手的最大挑战不是体能 而是必须全程配来口罩扛神偶 还是一个挑战 因为之前就算有戴口罩练习 可是也没有那么长的距离 平常戴口罩走路也是 也习惯了啦 呼吸的时候调节一下就没有问题 今年环台赛因为疫情延后两个月举办 加上开学了参赛选手较往年来得少 但民众想报名条件也变得严格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选手必须得要戴口罩 全部都要做这个筛检 要筛检证明 环台赛不只考验防疫 也考验选手们的抗热能力 在台中就两名工人在大太阳底下工作 长时间配来口罩 加上饮水不足 导致热衰竭恒文期溶解症 被紧急送一抢救 头晕 全身倦怠感无力感 有些人身位觉得体温比较上升 一直觉得很燥热的感觉 尿液颜色是偏深黄色的 防重暑除了观察身体状况 也要适时补充水分电解质 只要觉得口干就喝水 也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高温的环境下 尤其有肾脏病的民众 更要小心留意 记得中部纵道